我们常说眼见为实 但眼见真的为实吗 我最近就遇到一个困惑 就我讲很多历史的人物 就但凡存在过的人物 我都很希望能够从真实的角度来说他 于是我们就去查很多史料 很多论文 越找就越发现一个问题 叫做越了解越懵圈 因为就历史太久远了 而且历朝历代留下的文字又太多 然后每一个史料它占的立场还各不相同 就同样一件事情 有些人说它好 有些人说它不好 甚至是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发生过没有 有些人说有 有些人说没有 而且每个人都言之凿凿 你看似引用了主流的观点 但即便如此还是免不了有人会说 你说的不对 你看那谁谁说了 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我们说眼见为实的话 那到底哪一个是实呢 我们就不要说这个历史的真相了 就是昨天发生过的事情 我们都不一定能判断真实 前几天我朋友圈满屏都在刷一个创业者 一腔热忱的创业 最后欠了多少钱 如何艰难 然后大家纷纷感慨替它发声 然后才过了一天 我的朋友圈里又开始满屏刷 这位创业者的某个同事发的文章 叙述自己如何被他亏待 他又是如何如何的表里不一 那真相到底是什么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真相 是不一样的 以前我不理解啊 我觉得你可以去看客观事实啊 这不可能没有真相呢 但你想一想 我们看似看到的是那个客观事实 但实际上看到的是那个客观事实 在我们的脑子里经由我们的认知结构 加工过后的那个加引号的事实 我们再放大一个制度 我们能够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吗 我曾经引用过我的男神 就中国科学院院士西谷大学 师医工校长的演讲 他说我们用眼睛所能看到的 只不过是这个宇宙空间里 4%的存在形式 96%我们是看不见的 这里也包括了暗物质和暗能量 而且这已经是发展了5000年文明的我们 用科学所能够认知到的边界 但是这就是宇宙真相了吗 我相信随着科学的认知边界越来越宽 我们所看到的真相也会越来越不一样 庄子在逍遥游里说 天之苍苍其正色也 我们看天是蓝色的 但天真的就是蓝色的吗 颜色从科学的角度上说 是我们肉眼所能看见的光线 是一种频率范围很窄的电子波 不同频率的波段会让我们产生对光不同的视觉效应 然后我们把它命名为不同的颜色 所以你这样看颜色不就是我们人类自己定义出来的吗 所以你会发现这知识的真实度是在迭代的 就是不同时代对于知识的认知是不同的 每一个人因为自己的主观偏见 因为自己的认知结构的不同 他所看待知识的角度也是不同的 所以夸张一点说 知识是识真的 眼见不一定为实 我们所了解到的也未必就是真相 当我意识到这点的时候 其实我反而放下了对于真相的执着 那什么才是相对真实呢 感受 是艺术带给我们的那种滋养我们心灵的感受 比如苏东坡 我们爱他不一定是因为他是一个学富武车的大文豪 历史上的大文豪太多了 我们爱他是因为他活出了我们都想要活出的人生境界 比如蒋勋 我对蒋勋老师的崇拜也不是因为他智学严谨 而是因为他一直在传播的不只是知识 更是一种生活状态 这些感受让我们的痛苦得到释放 让我们在迷茫的时候能够隐约看得见方向 让我们在沮丧的时候可以获得力量 所以我经常说那句话就是 艺术最大的作用是抚慰于人心 所以艺术的解读原本就是艺术的一部分 我后来给自己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不管这个艺术家是不是大IP 足不足够有名 只要他能感动我 我就愿意分享 我们热爱知识 但是如果仅仅只有知识的话 却无法抵达生命的真相 一个只活在卷制山海里的人 也许会错过生命 所以如果人生真的是一场感受的游戏的话 那么让艺术帮助我们活出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